于此乡投射村整合型长照服务中心 是村民期盼的重要社福建设 主要提供投射五登两村长辈的长照服务 但是于此乡公所财政困难 欠缺经费有偿拨用新建用地 寻求县府舍牢处的协助 日前县长许舒华县远县明某特别前往会刊 并了解地方需求后 许县长答应该由县府发报新建 免除公所土地拨用经费及制筹款负担 加速长照中心新建案 不然它这个地方是我们管政府目前 是我们的建筑用地 所以一定在法规上一定要有偿拨用 那这个光是扣除掉只不需要的 但只需要的也要1800万 所以对公所来讲现在也负担非常的大 那也谢谢我们梁主席这边呢 还有包括我们的乡长也提出了有这个问题 希望这1800万 公所可能真的也负担不起 是不是由我们县政府主动的来当起造人 把这栋大楼可以完成 那我今天也特别来这个地方看了一下 那基本上呢 如果是能够让我们乡亲呢 都能够使用的话 我们也尽量的希望能够满足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答应乡亲呢 这个部分呢 由我们县政府来作为起造人 那先前已经有补助给公所的相关的规划费用呢 就继续造就可以了 做就可以了 我们后续会把这个发报的工作承接起来 那至于呢 地方负担的10%就由我们县政府全部来吸收 投射整合型厂照服务中心在公所的争取下 虽获得90%的补助 但因地幕问题 公所财政无法负担有厂拨用土地的经费 因此与其相掌感谢县府对于地方厂照需求的重视 未来将会由县府起造 待完工后由公所管理 土地是由我们县政府的这个所管的土地 那如果由公所起造呢 必须要就是有偿拨用土地 那公所方呢 为了要节省公所的这个财政预算 拜托县政府协助发包 起造人由我们县政府来担任 那我们未来在新建完成后 再由于是县公所来管理 一方面能够提升我们的建设建筑的品质 二方面能够节省于是县公所的预算 那最后呢 还是由我们于是乡亲来使用 这是皆大欢喜 当然也谢谢卫福部跟县政府的帮忙 县议员县民谋指出 投射五等地区老年人口比例高 因此新建整核心厂照服务中心 成为村民的共同期待 未来完工后 更可以提供健全的服务环境 感谢县府对于社区厂照的重视 厂照中心对投射地区 都能涵盖五等村 这两大村都能够使用 如果如期新建的话 对我们驼舍地区老大人的照顾 应该是会相当的帮忙 所以管理政府这次很大方的 就是说大力的协助 我们一直向驼舍地区的长度中心的建设 所以感谢官长 对于社区的照顾 投射村整核心厂照服务中心 经由议员县民谋争取 与县长许淑华协助 体恤地方政府财政困难 并由县府担任其照人 不但免除土地拨用金费 及制筹款负担 未来完工后更提供健全的服务 照顾长辈 记者邱平易 宇慈香采访报道